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用西红柿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简单的碗碗 特别的爽滑筋道 准备一个西红柿清洗干净 先切成厚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丁 放入炸汁机里面 倒入100毫升的清水 倒出150毫升的西红柿汁出来 盆里放入250克的面粉 放入一勺盐增加筋性 用150毫升的西红柿汁火面 搅拌成这样子的棉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放到案板上 直接给它擀开 感觉这种差不多一厘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盘子上面刷上一层油 把西红柿饼放在上面 用刀切一下 再斜着切一下 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饧三十分钟以上 准备一根黄瓜 用擦丝器擦成丝 准备四瓣大蒜 放入拉蒜沉气里面 拉成蒜末 放入碗里 放入一勺白芝麻 放入一勺白芝麻 浇上烧好的热油 放入半块腐乳 放入一勺腐乳汁 放入两勺生抽 一勺米醋 半勺蚝油 一点白糖 搅拌均匀 面团醒好了 取一块 抓住两头 给它拉伸 边摔打边拉伸 这样子就可以了 水开之后 把面条全部放入里面 轻轻地搅动一下 水开之后再煮两分钟 捞出来 过下凉水 倒上提前调好的料汁 擦好的黄瓜丝 放上香菜 我们的西红柿面条就做好了 天气越来越热了 面条这样做清爽可口 既开胃又解馋 而且方法也不难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喜欢惠惠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